继去年奥迪品牌概念店获得热烈回响,台湾奥迪今年再度于台北打造奥迪House of Progress Type-A品牌概念店,从5月18日至6月2日限期开展,其中最重要的量产车型就是全新上市的奥迪Q4 e-tron以及Q4 Sportback e-tron,提供5款车型选择,率先搭载最新奥迪Connect TW联网功能,正式售价从209万元起,但现在有早鸟优惠价199万元起优惠促销,而且这项早鸟优惠价会移入到6月30日才结束, Audi Q4 e-tron车身运用短前旋搭配大尺寸轮圈和撞硕的激励线条,堆砌出迷人姿态,而Sportback车型更采流线低趴的鞋背是轿跑设计,风组系数CD值只有0.28,而Q4 Sportback e-tron的风组系数更只有0.26,也同时提供Matrix LED矩阵式头灯供选配,更提供四种日行灯样式,Audi Q4 e-tron全车系配备容量82度电的电池模组,并首度导入CCS2充电规格,充电10分钟就能行驶130公里, WLTP测试下最高续航里程达544公里,Sportback车型更可达562公里,动力部分,45动力车型搭载单马达后轮驱动,最大动力输出286匹,55Quadro车型搭配前后双马达四轮驱动,最大动力达到340匹马力,S-Line车型配备运动化悬吊,使车身降低15毫米,Quadro车型搭载跑车式转向系统,提升转向反应,内装部分搭载10.25寸Ali数位驾驶座舱舱, 全车戏标配Ali智慧型手机界面,也搭载Apple CarPlay,MMI Touch Response触控回馈操作界面,率先搭载最新Ali Connect TW联网功能可以整合即时车况,行程记录,充电漫游,智慧支付及寻找爱车等服务。 至于各车型售价分别为Audi Q4 e-tron 45 Advance 209万元,Audi Q4 e-tron 55 Quattro S-Line 234万元,这两辆早鸟优惠价都会少10万,Audi Q4 e-tron Sportback 45 Advance售价为220万元,Audi Q4 e-tron Sportback 45 S-Line售价为227万元,Audi Q4 e-tron Sportback 55 Quattro S-Line 245万元,但目前只有55 Quattro S-Line才有早鸟优惠价, 另外Audi Q4 Sportback e-tron 45 S-Line Edition 1线上预订版,现在依旧可以订购,截止日期会一录到6月30日,台湾奥迪也表示,日前Q4 Sportback e-tron 45 Edition 1首发版,预售已接获超过200张订单,可说是相当受欢迎,随着全新Q4 e-tron车系加入,品牌纯电修旅阵容更齐全,台湾福斯首座急速充电站也已在14日落成启用,未来集团品牌电动车皆可使用,您觉得这样的奥迪电动车是否有达到您的期待? 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,感谢您的收看,也请继续支持猪猪哥来聊车,我们下次见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,这不是药,保养习惯就要从现在开始,90天青春有感计划拥有弹性美肌,超级easy,输入推荐代码,还可以赏有更多的额外优惠折扣咯 搜索中天车厂家,或者输入atcticar,就是cticar,就会找到我们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